大家好 我是洪准 歡迎收看股海弘揚 今天呢 加全股價指數盤中下跌25點 那成交量也放大到1000多億的水準 這時候呢 我們要思考一件事情 今天為什麼跌 美國股市大漲白點 然後台股卻是量增 但是下跌 為什麼會這樣 最主要跟今天的週選擇權結算有關係 但是呢 我們回歸到台北股票市場來看的話 今天的月均指數還是在月均線之上 而且呢 均線已經轉為上揚 一條上揚的均線其實就趨勢的角度而言 他是有支撐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 加全股價市場可能覺得台股很弱 但是我們回歸回來看這一檔 這是櫃買市場 你會發現櫃買市場真的是熱到強強棍 所以個股表現嘛 指數你不要去管它 但是個股之間它會走一個輪動的格局 而且它是非常強悍的 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行情不好的時候你要去買股票 只有在黑暗之中才能看見最璀璨的流星 指數大型股在跌而已嘛 小型股它還是活蹦亂跳啊 重點是你有沒有掌握到主流嘛 萬點之上獲利還沒有滿足的就是這一些啊 包括生技蘋果車店跟中國啊 那這一些股票你有沒有買到 如果你沒有買到喔 你就不要怨恨說現在行情不好做 因為其實你認為不好做 但是市場上的資金啊 他們其實是非常用力的在買股票喔 7月12號的時候 我們第一次跟大家講了什麼 櫃買電子零組件嘛 為什麼是櫃買的電子零組件 因為有錢在買啊 當時跟大家推薦的就是日陽酒好跟台藥嘛 然後我們跟大家講說 推薦的這些股票 我們選擇了一檔下去做進場 我們那時候是誰 我們那時候選擇的就是6208的日陽 7月12號的時候19.7元買進 19.6元成交 然後呢獲利創高4天的時間賺了10% 大家不要的時候我偏偏要去買嘛 那時候是7月12號的時候 拉回買點啊 我跟大家講說拉回你要買啊 所以17號的時候 4天的時間就賺了10% 但是一直到什麼 7月19號的時候 我們做了第一次的賣出嘛 為什麼要賣 因為指標背離啦 背離哪位超盤手支最大警訊嘛 我們要為會員著想 我們不能讓他冒到太大的風險 風險跟利潤之間的考量 我寧可21.8元有賺先出一趟 21.9元全部成交 有人取走了價差 但是呢你有沒有發現我們賣的點 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正確的 是不是他真的就跌下來了 但是很多的投資人啊 就只知道什麼 買的股票買著放著放著賠錢 然後呢原本有賺賺到放到賠錢 這樣對嗎 你不覺得操作上面 應該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怎麼樣利用 一個波段的漲勢當中 你要怎麼去避開風險 怎麼去把你的獲利做了結 股票市場不是只有買而已 你還要懂得怎麼賣嗎 一個波段上來 他是可以連續性的做買進 甚至說一檔股票 如果他有波段的償步 你要怎麼掌握他的 每一次的拉回買點 今天我們再做進場了 一樣是6208的日揚 22.5元買進 今天再24.5元成交 為什麼會買他 同學請看這裡喔 這邊是什麼 賣單耶 賣單200多張我還敢進去買他 賓之時啊 必時而急需 很多人給你看到的東西 是他所做出來的假象 但是呢 你要去評估 當如果這個假象啊 如果一旦越過 或一旦穿過的時候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事情 他的量就出來了嘛 當他的量出來的時候 他的量佔比就會大幅的往前 所以呢 你要勇敢的進去買嘛 買了之後 亮燈漲停板 我們買點在這裡啊 早盤是不是都給大家看到了 全部都秀給大家看嘛 所以你要怎麼做到分段的持有 波段的持有 但是你怎麼做分段的操作 第一次的拉回買點 新高賣 最後突破 一買突破 二買拉回 突破你還是要再做進場佈局嘛 我買的點還比我原本賣的還要貴耶 So what 有關係嗎 股票市場操作不是在於價格 是在於趨勢的掌握嘛 只要他會漲 買貴又有什麼關係 我寧可用多那一塊錢的價格 去賺兩塊錢的價差啊 所以操作要有公司要有方法 但是我是不是跟你講的都是這些 你要怎麼用進色理論去判斷是 我告訴你我們選股 是不是用股市金流圖選出來的 甚至我們進場出場 是不是都用BIOS的操盤數 這些結合在一起就是最新的洪流戰法嘛 還是你還是在用過去那種古老的很老的那種 過去的那種不好用的那些指標 甚至說在7月13號的時候啊 我們告訴你說網通啊 已經有資金在做進場佈局了嘛 當時候只推薦兩檔喔 智邦跟什麼重打 兩檔股票你要去選一檔 你會怎麼選 有些人會去選智邦 OK我覺得兩檔都賺錢嘛 但是我們選擇的是重打 99.3元7月13號99.3元買進 4977的重打啦 99.2元成交 4天的時間買點在這裡喔 波段的強勢股買在短線上拉回的時候 買點在這裡4天的時間你可以賺11塊錢嘛 這是第一波的獲利 甚至說7月19號已經來到114塊了喔 7月21號的時候創下波段的新高 但是我們在116元賣出 當時賣的點我為什麼會賣它 116元116.5元全部都成交嘛 為什麼會賣它為什麼會賣它 賣了之後呢 價差12塊錢耶 有人取走價差有人住進了套房 為什麼要賣 重點不是我們賣得多漂亮嘛 我們參考的依據是什麼 同學你還記得嗎 這個是什麼 BIOS嘛 當BIOS創下來到一個新高的時候 市場已經過熱了啊 市場的心態過熱了啊 我7天已經大賺17%了 我7天已經賺了17塊了 我可以先獲利了結一趟嘛 拉回還可以再做進場佈局啊 因為市場的資金是沒有走的 閃戶你要懂的什麼是靈活 昨天109元買回來嘛 7月25號109元買回來 109元全部成交 拉回的買點啊 第一次買拉回 第二次我還是買拉回啊 然後呢 今天我們看到什麼 重達 是不是再創波段新高 兩天的時間耶 兩天的時間又讓你賺錢 怎麼買怎麼賣 全部都秀給你看 所以你要用的是什麼 金色理論是不是告訴你 趨勢是什麼 股市金流圖是不是告訴你要買什麼股票 BIOS超過盤數是不是告訴你要什麼時候去進場 你之後把這三樣東西全部結合在一起 才會是一個完整的操作嘛 所以操作要有公司要有方法嘛 兩天的時間你看重達怎麼做的 拉回來買點 新高的賣點 拉回來買點一直到創新高耶 兩天賺10塊一天你賺10萬喔 還沒有包括我們之前賺了17塊 兩段賺了27% 超過零頭我都不算了 是不是很好用 是不是很好賺 是不是很簡單 大盤怎樣 再跌 So hot 甚至說 我告訴你說 現在市場上面你要看的就是誰 新耀股啊 志勤跟中域嘛 生技類股你要買什麼 生技指數怎麼漲的 三角收斂型態 過高之後他會拉回再創新高嘛 突破壓力回撤支撐之後 他會再突破嘛 所以整個主流走出來的時候 你要不要去買 但是我們有沒有提前跟你講 7月20號就跟你說了啊 我沒有講很多股票 我就講他 我就講他 今天再創波段新高 而且還原全值全部都賺錢 會員全部獲利ING嘛 甚至說 中域的部分也告訴你嘛 價值被嚴重的低估啊 當他出現成功吸量的時候 他會怎樣 大漲給你看嘛 量占比從150來到10耶 資金他在幹嘛 他在佈局哪些股票 所以操作 你的操作的重點在哪邊 你的操作重點是 你要找到你自己的方法 如果你真的真的還搞不清楚 真的操作上面 你一定要相信專業 如果你還沒有找到一個專業的人 可以帶領你的話 現在已經是一個 打團體戰的時代了 你千萬不要再孤軍奮戰了 讓我們成為您登峰的祥島 為您指引成功的道路 古海洪洋助你操作師弟 我們明天再會 拜拜 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 明天再會